嘿我是HanityKan 歡迎回到我們的魔法世界模組生存 那麼在上一集的時候 我們建造了一個木雕像 那我已經把我們的礦物都移進來了 目前內部的規劃是 喔對外部也有修改啦 反正內部我們先講 內部的話我們上一集不是用的很醜嗎 那我後來地板弄成這個樣子 地板我把它用的跟我們家裡很像 只是變成黑橡木的 真的是天花板的部分也是用黑橡木來做 燈的擺設應該是跟之前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這個抽屜的擺設 變成是一面牆只有12個 是下兩邊我有留下這個 一些裝飾物然後一些照明的地方 這樣子的話應該比原本好看很多了吧 原本那個真的是醜得要命啊 哈哈哈哈 那還有外面的部分 外面的部分的話修改應該算是蠻大的 像是我們底下的箱子 我有用上這個階梯 用這個階梯讓它感覺圓一點點 然後我們這個手把我也是把它改了一下 以及我們上面這裡原本是用鵝卵石來做鎬子 那我後來想說既然是木雕像 那我們全部都讓它是木頭會比較好 所以我後來又改成這個山木了 再來是還有我們鞋子這裡 鞋子這裡的話我就是再多加了一個木階梯 那另一隻腳的鞋子也是一樣的狀況 再來是來提一下吧 就是有關於變身模組 發現大家好像對它有點誤會 變身模組可以讓我們變成所有的生物 不管是原版還是模組的 只要你有打死生物然後有掉落變身 把它撿起來你就可以變成它 但是但是 只有在原版的生物的情況下 你才有辦法獲得它們的能力 例如苦綠帕的爆炸 還有我們之前蝙蝠的飛行能力以及夜市 那當然還包括了安德效果 還有其他生物有的沒的 但是到了模組的生物就不一樣囉 像我們現在的這隻 這隻是我們之前在影片中有獲得的寒冰幽靈嘛 影片底下就有人跟我說 欸 那這個不就等同於烈焰神可以飛了嗎 以及我們在選單中的這個 這個是好像也是同一集獲得的吧 另外我相信上面還有更多是也可以飛的生物啦 那雖然我們獲得了這些 但其實我們是沒辦法用這些生物來飛行的 模組的生物我們只能獲得它的外型 體型以及生命 而至於這些特殊能力是沒辦法獲得的 就例如現在我變成這個寒冰幽靈我不能飛 我也沒有什麼冰凍效果之類的 都沒有喔 只有變成原版的生物 我們才有辦法獲得它的特殊能力 這點其實也蠻可惜的啦 當然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似乎有辦法就是我自己手動增加這些效果 但對我覺得好像有點過於麻煩了 我裝了還蠻多模組都有新生生物的 那全部都要增加的話 欸 不知道要增加到天荒地老 而且如果是自己手動增加的話 我相信一定有一大堆BUG啦 好啦 那變身成這隻只是為了方便 我們還是變回這個蝙蝠吧 好不好 蝙蝠能飛就是戰 當然啦 烈焰神也可以飛 不過 烈焰神會有一些問題 然後我也還沒有獲得它嘛 所以 我們之後再想吧 那今天這一集在一開始之前呢 我想要來去一下烏會之地喔 如果沒記錯的話 這個方向應該有 這個方向的烏會之地應該是最近的 那我們要去烏會之地做些什麼呢 我們要來去挖木頭 還記得我們在做我們的木雕像的時候 我對那個褲子有點苦惱 就是顏色不足啊 我目前沒有藍色的木頭 其實在更多生態域的這個模組裡面 是有這種木頭的 是有藍色的 但是我還沒有找到它喔 我不確定它在哪個地方會有 所以呢 我想要先來這個烏會之地這裡 來獲得它的木頭喔 還記得我們之前應該有看過吧 我想一下喔 欸 這裡有 這裡有 來來來 這裡就有 我們先把它給挖掉 用鐮石挖礦吧 這個好像沒有動態術的部分 這個木材是紫色的 但我覺得還蠻接近藍色的 所以我想要先拿這個 來代替藍色喔 這樣子的話應該會好看很多 等等我們就可以回去 把我們的褲子給改掉 以及我們今天的建築 應該也會需要用到一點點的藍色 嘿 應該是只有眼睛的部分啊 如果有看到標題的各位 其實應該都知道我想要蓋誰了 沒有錯 就是汪汪喔 那汪汪他最近開了一個 魔法金屬的系列 沒有錯 那他在魔法金屬的系列裡面 裡面是玩召喚師喔 所以我也想要把它蓋成一個 可以召喚東西的樣子吧 怎麼蓋的話 其實如果我在追蹤我個人的FB帳號的話 應該有看過的發文了 大概就是長那個樣子 當然那個應該不會是最終的樣子 就是我還有在做一些修改的 反正根本我蓋出來大家就會知道啦 然後我現在人在哪 欸 這裡是哪裡 我是誰 這裡好像是我們一開始的出生點 那我家應該往這 呵 真的是鹿癡捏喔 我們先把我們原本的雕像給改過顏色吧 把我們那個褲子給改掉 這裡我們要把我們的褲子給脫下來 嘿 脫他褲子 我現在不敢用連鎖挖礦 因為我不確定他會不會連著其他的木頭一起挖下來 有可能會 我不確定 因為我記著之前好像很類似的狀況出現 來 我們分解一下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之前有一次好像不知道是哪一種的連鎖挖礦模組 反正我裝過很多種的 我不確定是不是這個 那好像會讓所有的木頭都會挖下來 我不確定 反正我不要冒這個險啦 不然要重蓋很麻煩耶 好啦 那今天我們要來蓋這個汪汪呢 我一開始也一樣要先蓋個出物箱 只是這次的出物箱比較特別是打開的狀態 那這一次這個雕像我們蓋在 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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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在這嗎 好像 可以 其實我這邊原本還有想要蓋一個什麼 釣魚小屋之類的 這是原本預計的 就是這塊可能會蓋成一個魚池吧 可是 嗯 好啦 我還是蓋在這好了 應該是不會佔到什麼太大空間吧 應該不會啦 我們先一樣蓋個雛形出來 那因為這次有修改過那個底下的儲物箱 所以我需要先這樣子量一下位置 OK 這樣子之後呢 欸 裡面是不是剛好64個一組啊 好像是耶 我的木材剛剛好用完 好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汪汪 不是重點不是汪汪 重點是木雕 啊 競賽啦 我們先我想想 我到底要從哪裡先下手 先蓋衣服好了 中間是這兩格嗎 然後往內縮 應該是在這吧 這裡應該是胸前的部分 然後他的臨口是長這個樣子 嗯 都蓋一個 剩下的部分呢 就是外套 他的外套應該是這樣遮起來 但是因為我這個是縮小版 就是Skin的像素比較大啊 那我這個身體是縮小過了 所以我沒辦法蓋得太完整 這點就可能請見諒啦 這裡我們全部用這個 欸 你們知道我這個活木用多久嗎 很累 我要一直放白出去在旁邊 然後一直等他 轉換 超麻煩的 可是這個又是最黑的最好用的 哈哈 好像有一種是很黑的木材啦 但是我還沒找到 等我們之後有找到那個木材 我們再把它全部換成黑色的 因為他的外套其實是黑的啦 然後再來是我設計是 一隻手 我們要往前喔 因為是召喚師嘛 所以我們要讓他可以發出一個光波 然後用出一個魔法陣 所以一隻手要往前 另一隻手的話 跟我們那邊一樣 是往旁邊伸的 然後大概是這麼長吧 再放這個 這個就是他的手 然後這邊也是 這樣子的話 身體的部分應該都完成了 再來是臉 臉其實是我覺得最麻煩的部分 因為我發現光光的臉特別難蓋 太過簡單了 所以特別難蓋 呵呵 簡單到太困難的那種 因為要可以看得出來是汪汪本人嘛 可是 可是 他的skin又有點 就是臉的部分啊 有點簡單 我蓋完之後 我發現好像很多人的skin 就跟很多人skin又撞到臉這樣 這點就是 讓我覺得稍微麻煩一點喔 不過也還好啦 因為前面我們這邊召喚出來的地方 我們也有蓋一隻狗狗 所以應該不會有這個問題在 就還是可以知道這是汪汪啦 再來是還有眼睛的部分 汪汪的眼睛是藍色的 可是我們目前沒有藍色 所以我也先用這個紫色代替喔 等我們之後有藍的的話 看要不要再把它換過 這邊這一格蓋錯 然後也是放這個 這樣就是兩隻眼睛 咻 之前在蓋這個衣服的時候 我蓋到一半發覺 欸 怎麼好像越蓋越像巧克力 感覺好像就是眼睛一換頭髮 髮色一換就變巧克力了 好 我們這樣蓋過來 這個腦袋裡面我們先把它填滿好了 我還是習慣把這些東西都填滿 這樣裡面才不會生怪 生怪我也是蠻麻煩的 好啦 再來是頭髮的部分 頭髮的部分的話就簡單了 就照著格子蓋嘛 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啦 然後然後還有一個蠻重要的 就是它頭上 我發現有凸兩根腳 像這樣 有沒有 其實這樣看起來就很像汪汪了 我發現這兩個腳是重點 呵呵 這個設定是耳朵嗎 我不確定 其實我沒問過 然後旁邊的話就是這樣子蓋就好了 我覺得 後面應該也沒差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蓋完之後 上面再填滿就OK了 上面這邊這樣填起來 然後我們屁股這後面 不是屁股後面 就是那個腳腳啊 腳腳聽起來好奇怪喔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今天講什麼都怪怪的 反正就是我們後面這裡 我們要稍微給它一點修改 像我們自己的雕像就是 旁邊這裡會讓它有點圓圓的感覺嘛 那這裡的話也要這麼做 這邊要這樣子挖掉 讓它稍微圓一點點 這樣後面看起來會比較好看一點點 再來是最後 就是我們要讓它召喚出東西嘛 所以我們要用玻璃來弄出一個光波的感覺 我們現在手上用這個粉紅色這樣蓋一下 把它的手給包起來像這樣 然後要有一點動感光波 不是動感光波 反正就是有一種魔法光束的感覺 所以我們要稍微往前 這一次我全部都用降魂的玻璃 因為我燒了很多 我是不是又蓋錯啦 最後是這個樣子 在這邊的話我們要蓋個魔法陣吧 這個也是要叼一下的東西 我每次蓋的都會不一樣 呵呵呵 沒有一次是蓋的一樣的 超好笑 突然發現我好像有設計跟沒設計是一樣的 就是沒有用 好我剛剛蓋一蓋我發現 好像比我印象中的還要大一些 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是 哈哈哈哈 好我管他的 反正 嘿 之後要修再修吧 為什麼我每次蓋東西都會蓋的不一樣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不是真的應該要就是好好的截一下圖 然後 嘿 照著蓋這樣 每次有設計跟沒設計都是一樣的 但是 也不會照著蓋 哦 對了對了 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有感覺了 這裡這兩顆改掉 哦 哦 水哦 然後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們後面的蓋子沒有 嘿 忘記要弄了 哈哈 好啦又經過了一小段時間我把內部的內裝也全部弄完哦 這個還真的 嗯 花了蠻久時間的 那另一邊其實我也有改一點 因為我發現這個天空耗板是真的會卡到 所以我稍微降了一點點哦 這個裡面我是決定我想要來放一些怪物掉落物 我原本有想要來放一些法術書之類的 但法術書好像不是有用抽屜來放置 有太多本了啦 呵呵 至於背面這個蓋子上感覺好像也可以在做一些事情 我再想想要來放些什麼東西好了 如果你有希望我在這張地圖裡面蓋哪些實況主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哦 盡量是我認識的 拜託 真的 就是 嘿 問了我比較不尷尬 呵呵呵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 那還可以訂閱我 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的Facebook IG Twitter 去按個讚 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Disco 群組一起聊天哦 那我是Annegan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哦 掰掰